如果你每天什么都不用干 饮料临时管够 但只能生活在楼道里 这样的生活你能坚持多久 这个男人就在楼道里生活了35年 不是荒野求生 也不是极限挑战 他是被困在了楼道里 整整35年 这就是无限循环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意外空间 故事是这样的 小壮和哥哥从小相依为命 平时靠着小偷小摸维持生计 这天一个警察突然闯进他们家里 手里还拿着枪 两人只好束手绝勤 哥哥洋装求情 突然发起袭击 两兄弟将警察一顿胖揍 然后夺门而逃 两人一路狂奔 警察也追了上来 两兄弟跑得很快 警察眼看追不上了 就朝着楼下开了一枪 没想到正好打中了哥哥的右腿 警察慌了 这是他第一次开枪 小壮也赶紧脱下衣服 给哥哥爆炸伤口 就在这时 一声爆炸响起 他们都吓了一跳 但是来不及多想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把哥哥送去医院 他们到了一楼 却发现一楼的门怎么也打不开 用尽各种方法还是不行 可他们转头一看 一楼的下面居然是九楼 怎么回事 他们向下看去 楼道深不见底 向上看也是一样 警察让他们待在别动 自己下去看看 他一路向下 每层楼的门都是关着的 到了一楼 门还是打不开 然而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继续向下走的时候 他看见了待在原地的两兄弟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明明是向下走的 却从上面下来了 这难的就是传说中的玄魂梯 警察觉得不可能 他往楼上跑去 可没过多久 他又从下面上来了 众人面面相去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他拿出了一串钥匙 扔了下去 不一会儿 钥匙又从上面掉了下来 完了 这果然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楼梯 小壮拿出手机求救 没有信号 他们被困住了 幸好楼段里有个自动贩卖机 有水有食物 他也不会饿肚子 可到了第二天 哥哥由于失血过多 最终没有挺住 而警察则发现 自己明明吃了贩卖机里的食物 今天就恢复了原样 看来这些食物 也和楼梯一样 是无限循环的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地方 也发生了同样的怪事 大胖带着小帅家出去旅游 他们路过一个加油站 大胖给女儿喝了一颗果汁 因为是后爸 他并不知道女儿对柠檬过敏 而过敏会引发女儿的哮喘病 为此妈妈跟他吵了一架 在车上 女儿的哮喘病果然犯了 他们赶紧停车 可粗心的大胖 不小心把自哮喘的吸入器弄坏了 因为走了匆忙 被用吸入器也忘了带 他们不得不掉头回家 回家途中 前方传来一声爆炸 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他们继续向前走 可不管车怎么开 他们都会经过同一个路标 同一个加油站 可女儿已经呼吸困难 他快坚持不住了 情况紧急 大胖只有徒步找人救援 可结果依然一样 几个小时之后 他又回到了原点 和楼道一样 他们也陷入了无限循环 这两个无限空间 到底有什么连性呢 说回楼道 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 楼道里的垃圾 已经堆积如山 这个吃着泡面的瘦老头 就是之前的警察 他每天混吃等死 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而弟弟小壮 则与他截然相反 他作息规律 每天坚持锻炼 日复一日 他长得又高又壮 他利用贩卖机 每天自动刷新的机制 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 他把矿泉水瓶绑在一起 在上面扎上小孔 一个浴室制作完成 他把牙刷绑在一起 当成梳子 把指甲刀排成一排 当成镜子 生活竟然过得有滋有味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从来居住的环境 就能看出来 与老头的邋遢相比 小壮住的地方 则是干净整洁 他把食物排列整齐 每天刷新的物品 也是分类摆放 一切井然有序 咱们再看公路这边 满地狼藉 女孩当年因为哮喘病发作 已经去世了 而小帅的妈妈 因为自责没有带备用吸入器 没过多久 也郁郁而松 大胖则因为弄坏了吸入器 一生都活在指责里 最终也成了个废老头 但小帅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他用衣服搭了一个帐篷 自己搞起了荒野求生 他还会每天坚持爬山 锻炼身体 这年轻人的心态就是好 直到有一天 大胖不行了 大胖在弥留之际 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告诉小帅 千万别上一辆警车 因为35年前 也有一个人告诉他 千万别上一辆红色的车 很明显他没听 原来在大胖10岁的时候 他和朋友去一所学校上学 划船的是他们的指导员 指导员因为操作失误 导致两个人都掉进了水里 大胖的朋友不幸遇难 然后他们就被困在了水上35年 直到直到原快死的时候 才把一切告诉大胖 这就像一个诅咒 只有人快死的时候 你才会想起这一切 大胖让小帅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 不然他一定会忘记自己是谁 接着他拿出一个小红本 然后他就厌弃了 小帅拿着本子 一个人走在公路上 没想到他真的看见了一辆警车 这是他35年来看到的唯一变数 就在他打开车门之前 他想起了大胖的叮嘱 他离开了 他回到了自己曾经居住的地方 他要跟过去做个了断 他不可能再在这个地方生活35年 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过够了 希望就在眼前 就在他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他失忆了 他驾驶警车离开了这里 在车上他剪掉头发 剃掉胡须 已然成为了一名警察 这时他脑中出现一个任务 有对兄弟坑崩拐骗 他要逮捕他们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 楼道这边 老头也到了迷流之际 他想起了所有的事情 原来他不是警察 他是小帅 他告诉小壮 千万别上一部电梯 不然他会再次陷入循环之中 并且忘了自己是谁 说完这些 他就厌弃了 小壮来到一楼 几十年没变的楼道 真的出现了一部电梯 他不敢相信 他想起老头的叮嘱 内心挣扎了很久 最终他还是按下了电梯 就在他走进电梯的一瞬间 他也失忆了 他成了一名保安 在帮顾客拿包的过程中 不小心将包吊在了地上 房客也被一只蜜蜂蜂蜇了 这个客人对蜜蜂过敏 而过敏药被小壮弄坏了 这时一声爆炸响起 他们陷入了另一个无限循环 时间会持续35年 至此影片结束 其实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结局 大胖他们顺利回家 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妈妈和大胖经常吵架 大胖也只能借酒消愁 一直消沉 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生 小帅则成功将两兄弟带回警局 因为开了第一枪 他的性格也变得暴力 有一天下班回家 发现自己被虑了 他直接开枪 瞬间秒杀 他也被捕入狱 最终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生 而所谓的无限循环 只不过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爆炸声响起 就是心结的开始 人的一生总会发生很多次意外 因为一世意外 耿耿于怀 最终爆汗终身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们阻止不了意外的发生 但是我们能够决定 意外发生之后 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我是水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